各位终极的学员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16章租赁 那这一章呢也是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个章节 如果你之前已经复习过 那你肯定认为这一章呢是所有新增章节当中难度比较大的章节 那对于这一章呢相对来说最为重要的 就是承租人的筷子处理 那这一块呢是有可能出现在主关题当中的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租赁的概述 租赁就是指在一定期间内 出租人将资产的使用权让与承租人以获取对价的合同 这就是租赁的概念 那么租赁这里呢我们包含了三个要素 首先得存在一定的期间 这就是我们说的租赁期 还要存在已识别的资产 这就是我们出租人出租的资产 那第三个要素就是资产的供应方 除租人向客户乘租人 转移了对识别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也就是乘租人已取得了资产使用权的控制 这就是租赁的三个要素 那我们接下来看租赁的分拆 如果说我们一个合同当中 既包含了租赁部分 也包含了非租赁部分 我们怎么处理 比如说我们这个合同当中 包含了出租设备和提供相关的维护服务 那出租设备属于租赁部分 提供维护服务属于非租赁部分 那对于我们的成租人来说呢 他可以分拆处理 也就是我们租赁部分按照租赁准则处理 非租赁部分按照其他适用的准则处理 当然成租人也可以简化处理 也就是全部都按照租赁准则处理 那对于我们出租人呢 我们只能进行分拆 按照收入准则分摊交易价格 好 这就是我们租赁分拆的处理原则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单选题 假公司从乙公司租入了一辆汽车 租赁期呢 是两年 租赁费用一共是20万 同时乙公司还向假公司派出了一名司机 该司机呢 在租赁期内按照假公司的安排驾驶 该租赁汽车 那是不是我们这个合同里就包含了两部分 一个是出租汽车 一个是提供这个司机的驾驶服务 对不对 那这就属于非租赁的部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处理呢 我们首先来看看假公司 也就是成租人 对不对 那我们说了 成租人可以分拆也可以简化 但是如果你简化的话 我们都是按照租赁准则来处理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B选项 假公司按照接受服务进行会计处理 那肯定不对吧 如果你要简化 那我们应该是按照租赁准则来进行会计处理 也就是你按照出租汽车这一块进行会计处理 不是按照接受服务进行会计处理 所以B选项是错误的 那我们再来看 以公司是出租人 那我们说了 出租人他只能够分拆处理 对不对 所以以公司分拆租赁准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分别按照租赁准则和收入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你提供那个司机的驾驶服务 这就是按照收入准则来处理的 所以C是对的 那A和B都是只按照一个准则来处理的 那就是简化处理了 不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出租人这连 他是不能简化处理的 他是要分拆的 所以这里唯一一个正确的就是C选项 好 那这就是有关租赁分拆的处理原则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租赁的合并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收入那一张合同的合并 那企业如果和同一个交易方或其他关联方 在同一时间或相近的时间 订立了两份或多份包含租赁的合同 那么满足条件之一时我们就可以合并为一份合同 首先第一个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是基于同一个商业目的而定立的 并构成一揽子交易 若不作为整体考虑 则无法理解总体的商业目的 那么第二个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中的某份合同的对价金额取决于其他合同的定价或履行情况 那第三 该两份或多份合同让渡的资产使用权合起来构成一项单独的租赁 所以你看看这三个条件是不是都在说你这多份租赁合同 他们是高度相关的呀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合并呀 这就是我们说的租赁合并 好 我们来看看提示当中的这句话 有可能考大家一个判断题 两份或多份合同合并为一份合同进行会计处理的 我们仍然需要区分你这个合同当中的租赁部分和非租赁部分 好 租赁的合并我们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租赁期的确定 那我们说了 租赁的其中第一个要素就是要存在一定的期间 这就是我们说的租赁期 那么租赁期怎么确定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租赁期的开始日是怎么确定的 那租赁期的开始日一定是 成租人已获得租赁赁使用权控制的那一天 它是不是一定是我们支付租金的日子呢 哎 不一定 你比如说你要去租一套房子 那么你拿到钥匙 也就是获得使用权的控制的这一天 就是我们的租赁期开始日 你比如说房东呢 给你免了前三个月的租金 你可以进行装修 那么大家想一想 那我们支付租金是在三个月之后 但是我们的租赁期开始日 应该是我们拿到钥匙的这一天 也就是取得使用权的控制这一天 那我们再去确定租赁期的时候 我们还要考虑续租选择权和终止租赁选择权 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成租人签订了一份建筑租赁合同 包括四年不可撤销的期限 和两年按照市价行使的续租选择权 那这里我们的租赁期到底是按照四年 还是六年来确定呢 我们要看它的表述 在搬入该建筑之前呢 成租人花费了大量的资金 对租赁建筑进行了改良 那么预计在四年结束的时候 租赁资产的改良还是具有重大价值的 而且这个价值仅可以通过继续使用租赁资产 才能够实现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可以合理确定 它将行使续租选择权呀 因为你到四年结束的时候 如果你不再续租了 是不是就会蒙受重大的经济损失了 你之前白掏那么多钱去改良了 所以这里我们的租赁期就应该是六年 所以如果存在选择权的话呢 我们要根据表述去判断 是不是合理确定会行使这个选择权 如果能够合理确定 我们确定租赁期的时候 就要考虑这个选择权 好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选择权 叫终止租赁选择权呀 你比如说我们的租赁期是五年 本来定的是五年 同时呢 我们这个成租人 它有一个终止租赁选择权 也就是我们在第三年的年末呢 是有权终止租赁的 那如果我们合理确定成租人会行使终止租赁选择权 那我们的租赁期就应该按照三年来确定 这就是我们在确定租赁期的时候 对于选择权的考虑 好 那么我们租赁的概述就给大家讲到这儿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成租人的会计处理 这也是这一章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内容 那这一块呢 是很有可能出现在主关题里的 那么对于成租人 也就是租入资产的一方 在租赁期的开始日 我们要做的处理主要包括两块 一个是确认资产 因为我们租进来资产了 那么对于我们成租人来说 相当于取得了一项资产 但因为我们只取得了这项资产的使用权 所以我们要确认使用权资产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要确认负债了 为什么呀 你租进来这个资产之后 你接下来是不是要每期去支付相应的租金呀 这就是我们要确认的负债 所以在租赁期开始日 我们成租人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确认资产 确认负债 那这里的资产就是使用权资产 那这里的负债就是租赁负债 那我们分路虽然放到这儿了 你可以先不管它 那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看看 这个负债的金额和资产的金额 我们首先来看看租赁负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你不是要确认负债吗 那我们按什么金额来确认呢 那这里我们首先先了解一下租赁付款额的构成 也就是为了租入这项资产 我们要支付的款项包括哪些 首先第一个是固定扣除激利 也就是固定的租金扣除掉租赁激利的部分 你比如说我们租进来一台设备 租赁期是五年 那每一年的年末我们要支付十万的租金 那这十万的租金就是我们固定的付款额 那如果说人家第一年给你免了半年的租金 那么大家想想免的半年的租金就属于租赁激利 半年的租金是五万对不对 所以这五万我们是不需要支付的 我们就应该给他扣除掉 所以你算算一共五年的租金应该是五十万 但是人家免了半年免了五万 所以我们这里的固定扣除掉激利的部分 是不是四十五万呀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部分的租赁付款额 当然除了固定的付款额之外 我们还有可变的部分 这个可变的部分 我们在会计处理当中一般不会遇到 所以在这儿你只需要知道 我们什么样的可变的付款额 是要寄入到租赁付款额里的 那么只有取决于指数或比率的可变付款额 我们才寄到租赁付款额当中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可变吗 当然有了 比如说取决于绩效的 诶 乘租人租了一栋楼 它是作为商场的 那么出租人和乘租人商定了 那以后我们除了支付固定的租金之外 还要按照你每年商场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去支付额外的租金 这就是可变的部分 那对于我们这个可变 它就属于和绩效相关的可变 那这部分我们是不寄到租赁付款额里的 那我们寄哪呢 没有纳入到租赁付款额里的那个可变的部分 我们直接寄当期损益 所以这块你能分清楚就行了 会计处理当中一般不会涉及到 那么你只要知道哪一部分可变 是寄到租赁付款额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第三部分呢 和第四部分就是两个合理确定 合理确定我们的购买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你比如说我合理确定 乘租人在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那么他要支付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也应该记录租赁付款额呀 对不对 这也是我们租赁付款额的一部分 那第四个呢 是合理确定的终止选择权支付的款项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合理确定 乘租人会行使终止租赁的选择权 那么他要终止租赁 是不是有可能会支付相应的罚款呀 所以我们支付的罚款 也是要记录到租赁付款额吧 所以这两个选择一定是在 合理确定的情况下 会行使的情况下 我们才把你要支付的款项 记录到租赁付款额里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承租人提供的担保余值 预计应支付的款项 那出租人呢 为了防止我们到期的时候 这个资产收回来以后不能用了 怕我们承租人租过去以后 每日每月的去使用 所以可能会要求承租人去担保 你比如说我们出租人认为啊 我们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这个资产的价值应该是50万 好 那么他可能会让承租人担保 那承租人如果担保这50万的话 那只要我们预计到期的时候 这个资产的供允价值低于了50万 那么承租人就要按照这个差额 补给出租人 所以这就是因为他担保而支付的款项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支付的款项也应该进入到租赁付款额里 好 但是这一块我们在会计处理的时候 一般也不会涉及到 所以你看看 这就是我们租赁付款额的构成 那这里我们有可能考大家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项当中应该进入租赁付款额的有哪些 那对于这个租赁付款额呢 我们也可以给他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已经支付的 一部分是我们尚未支付的 那我们在租赁期开始日你去确认租赁付债的时候 我们要的是哪一部分呀 既然是付债那一定是尚未支付的 那我们要的是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租赁付债的初始计量金额 那么大家想想 为什么要的是限制呀 因为你尚未支付的 是不是以后才支付的呀 那你是现在确认负债 所以你是不是得把以后才支付的这些款项 给他折算到现在这个时点呀 所以我们要的是尚未支付的限制 去确认租赁付债 好 那我们理解了这里的这些概念之后 我们来看一个提示 我们在计算那个限制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折现率呀 折现率怎么确定 我们应当采用的是租赁内含利率作为折现率 这个一般会直接给你的 那如果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怎么办呢 我们应当采用乘租人的增量借款利率作为折现率 所以其实给你哪个利率 你用哪个利率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 这个乘租人呢 租入了一台设备 租赁期是五年 那我这里的租赁付款额就一个固定的部分 也就是每年的年初支付租金十万 所以这是一个简化的例题 特别简单 对不对 我们将来如果考主管题的话 这块也不会考的很复杂 好 那你看一下 那我们的租赁付款额 是不是就是这五年的租金啊 那每年十万一共是五十万 对不对 那这里我们按什么金额去确认负债呢 想想我们刚刚说的 一定是尚未支付的限制 对不对 那你想想 我们站在租赁期开始日这一天 尚未支付的是多少呀 那你当天支付的第一年的租金 这是已经支付的 对不对 所以确认负债的时候是不考虑它的 对吧 那我们尚未支付的 不就是后面这四年的租金吗 对吧 所以他们的限制怎么算 那你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可以看成是一个四年期的普通年金求限制呀 对不对 所以这个系数人家是会直接告诉你的 你比如说我这里的折线率是5% 四年期的年金的限制系数告诉我们了 3.5460 那我们直接用它乘以10万 那我们得到的限制就是35.460 这就是我们应该确认的负债的金额 但是我们做分录的时候啊 并不是直接代方确认租赁债35.46 不是的 我们的这个租赁负债呢 它是要寄到两个明细科目当中的 一个明细科目在代方叫租赁付款额 一个明细科目在借方叫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我们的负债是一共计35.46 对不对 那我这两个明细科目各计多少呢 这35.46是限制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看代方的租赁付款额 那么这个租赁付款额明细科目 它实际上计的是什么 就是你未支付的总额 就是你一共没有支付的是多少呢 扣除掉第一年已经支付的那十万 那一共未支付的不就是后面四年的租金四十万吗 所以代方我们的租赁付款额 这个明细科目里记的就是四十万 这是总额 对不对 一共未支付的 那这个总额和我们未支付的限制之间的差额 也就是4.54 我们就记到借方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当中 所以你看看 我们这样做完之后 你最后的租赁付债是不是三十五点四六呀 代方记了四十 借方记了四点五四 那两个明细科目的预额一汇总 我的付债不就是三十五点四六吗 那我们记到未确认融资费用的这个金额代表的是什么 它是我们未支付的总额和你未支付的限制之间的差 这不就是利息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利息我们不能在租赁期开始日的时候就给它确认 我们是要在以后分期去确认的 所以租赁期开始日我们先记到未确认融资费用 以后我们再分期去确认 所以这个就涉及到后面的处理了 我们后面再给大家去讲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 我这个付债是怎么记的 是记这两个明细科目的各记多少 那你付债确认了 因为你当天是不是付了十万 来代方银行存款 我们记减少十万 这就是你在租赁期开始日 我们已经支付的 你付了十万对不对 那你这三个金额都确定了 是不是只差使用权资产了呀 所以我们这个使用权资产按什么金额入账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使用权资产成本的确定 那对于这项资产 它的成本实际上就是为了取得资产而付出的代价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为了取得这项资产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为他要支付的那个租金 也就是我们的租赁付款额 对不对 那当然这里的租赁付款额包括已经支付的 就像我们刚刚那道题 你租赁期开始就支付的 还有我们上位支付的 对不对 那这些都是要付出的代价 那除此之外 我们成租人在租入资产的时候 他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出使直接费用 这也是为了取得资产付出的代价 那最后呢 比如说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为了归还资产 我们要对资产进行拆卸移除或者复原 那这些发生的成本 其实也属于为了取得资产而付出的代价 这就类似于我们固定资产的气质费用 我们也是要将它寄到使用权资产的成本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成本的构成 那么大家想想 你未支付的这部分 不就是我们那个租赁负债的金额吗 对不对 因为你未支付的这部分 我们要寄到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你也得按照限制计 对不对 那未支付的都是将来未支付的 那你现在要确认使用权资产 你肯定也得按照限制计成本 对吧 所以它的限制不就是租赁负债吗 所以首先 我们要把租赁负债的那个 初始计量金额 寄到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然后就是我们已经支付的 对吧 就像我们刚刚这个例子 一开始支付的那十万 这也是为了取得使用权资产付出的代价 接下来就是我们发生的初始直接费用 对不对 初始直接费用 我们也要寄到资产的成本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拆卸啦 移除啦 或者是复原发生的成本 这就类似于期质费用 我们也是要将它的限制 计入到使用权资产的成本的 所以这块你知道要计成本就行了 具体会计处理的时候 一般不会涉及到 所以这里它也有可能是一个多选题的考点 哎 下列各项当中 我们应该计入使用权资产成本的有哪些 好 那么当然啊 我们已经支付的这部分当中 如果也有租赁基利的 我们粗赁基利得给它扣除掉 对不对 因为这部分你不用付了 所以它不是我们付出的代价 我们就不计到资产的成本里了 好吧 所以这就是使用权资产成本的确定方法 好 那么它的成本确定了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租赁期开始日这个分路 我们就做完了 对不对 诶成本确定了 负债我们也知道怎么记了 代方银行存款 就是我们租赁期开始日已经支付的 比如说你已经支付的租金 还有可能有初始的直接费用 那租赁期开始日这个分路就完整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诶 租赁负债的后续计量 也就是在租赁期开始日之后 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处理 我们首先来看租赁负债这块的处理啊 那我们马上能想到的就是 你租入了设备之后 你是不是要付租金了 那么在我们租赁期开始日之后 你比如说第一年年末 诶 我要支付租金的时候 你怎么处理啊 大家想想 你还没有支付租金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把你要支付的租金的总额 我们寄到租赁负债的贷方 诶 租赁付款额 这个明细科目 对不对 你一共没有支付的这40万 后面这4年的租金 我们是寄到租赁付款额的 对吧 那你现在支付了 我们是不是借方就要充减 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呀 比如说支付了10万 那贷方银行存款 是不是就要减少10万呀 所以这个分路是很好理解的 对不对呀 我们支付租金就去充减负债 那还有一个处理是什么 还记得吧 我们前面说了 你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它反映的就是我们的利息费用 我们是不是要分期确认呀 所以在每一年年末的时候 我们就要确认利息费用 那么确认利息费用的时候呢 是借方级财务费用等科目 代方呢 你既然这部分利息费用已经确认了 我们代方就去充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对不对 因为一开始 它在租赁期开始是借方的 那么现在既然确认了一部分利息费用 未确认的就减少了 所以在代方去充减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这是分路 那我们每一期应该确认多少利息费用 怎么算呢 其实就是用我们租赁负债的期出余额乘以租赁内涵利率 明白吗 负债的期出余额乘以租赁内涵利率 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前面学的那个债权投资 我们在算你利息收入的时候 不就是用资产的期出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吗 这是用负债的期出余额乘以租赁内涵利率 好 那这就是有关于我们租赁负债的后续计量 但是有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重新计量 也就是我们原来确认的租赁负债 因为后面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负债有可能要重新计量 比如说我们后面的固定付款额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担保余值预计应付的款项发生了变化 再比如说可变这块的指数或比率发生了变动 再或者是选择权发生了变动 那这些情况下 我们有可能都会涉及到租赁负债的重新计量 但这块你不用太纠结 了解了解处理原则就可以了 你看我们的第一个和第二个 也就是固定和我们担保余值这两块的变动 我们在重新计量负债的时候 他们选择的折线率是不变的 你知道折线率不变就行了 那么可变这一块分两种情况 如果是浮动利率变动的我们要用修订后的折线率去重新计量负债 那么其他的变动呢 哎我们折线率是不变的 好这是我们前面这几个变动 那么选择权这里大家注意下 一定是可控范围内的变动 我们才重新去计量负债 如果是企业不可控的 那我们不需要重新计量 那么重新计量的时候呢 我们用的是修订后的折线率 好这块我们后面有一道立体会涉及到 你把那道立体理解了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 前面说了负债了 我们再来看看资产 那对于这个资产其实和固定资产还挺类似的 我们在后续计量当中 主要涉及到的就是折旧和减值的处理 先来看折旧啊 那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租赁期开始当月 我们就要计题折旧了 如果确实有困难的 我们就下月计题 那我们在计题折旧的时候呢 跟固定资产类似 根据你这个资产的用途 我们记录到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那我们一般采用的是直线法 计题折旧 那么对于这个折旧年限的确定 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 如果我们能够合理确定 乘租人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也就是租赁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把资产买回来 那也就是从租赁期开始日之后 这个资产是不是永远都是我们的了 那我们计题折旧就按照它剩余的使用寿命来计题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合理确定 会不会行使这个购买选择权呢 那我们就按照租赁期和资产的剩余使用 寿命两者数短来作为我们的折旧年限 那么简直这块呢 就跟固定资产一样 一经济题是不得转回的 这就是使用权资产的后续计量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例题 那这个例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乘租人这块考我们会计处理 那就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这道例题 乘租人甲公司和出租人乙公司 签订了一份办公楼的租赁合同 每年的租赁付款额是五万元 这就是固定的租金 它是于年末支付的 那么甲公司呢 无法确定租赁内含利率 那确定不了我们用谁 增量借款利率 人家给你了吧 百分之五 那不可撤销的租赁期是五年 那我们的租赁期是不是就是五年呢 我们还得看它的表述 对不对 那并且合同约定 在第五年的年末 我们甲公司是有权选择 以每年五万元的这个租金 续租五年的 那同时也有权选择 以一百万元去购买该房产 那我们到底是会行使哪个选择权呢 那甲公司在租赁期开始日评估认为 可以合理确定 我们将行使续租选择权 那你想想 我们的这个租赁期应该按照几年确定呀 它会行使续租选择权 会续租五年 不会行使购买选择权 所以租赁期它就按十年来确定了 那最后还给了我们一个十年期的普通年金的限制系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相关的会计处理 首先在租赁期开始日的时候 我们说过了主要是两件事 确认资产 确认负债 对不对 如果你当天还花钱了 我们是不是代方还多一个银行存款减少呀 但是这道题我们会发现 租赁期开始日 它是没有支付款项的 对不对 它的租金也是在每年年末支付的 所以这里不涉及到银行存款减少 所以它相当于就两件事 确认资产 确认负债 那我们先来算算 这块的负债 我们按照什么金额来计量呀 我们前面讲过了 一定是你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的限制 那这块尚未支付的租赁付款额是多少呢 不就是你以后的每年这五万的租金吗 那一共多少年 十年 对不对 因为我们合理确定它会续租 所以就是这十年每年五万的租金 对不对 所以这不就是一个十年期的普通年金吗 那我们求限制怎么求 那就直接用五万的租金去乘以那个限制系数 对不对 所以你算一下 我们这里的租赁负债就应该是三十八万六千 这就是我们求出的那个限制 也就是租赁负债的金额 那我们说过了 这个负债我们要分两个明细科目去计 首先贷方 租赁付款额 这个明细科目我们计多少 就是计你尚未支付的总额 那就是未来这十年的租金 一共五十万 然后总额和限制的差额 这个寄到借方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它就是我未来十年一共要确认的利息费用 对不对 好 负债确认完了 借方是不是要确认资产了 使用权资产 那资产的成本有什么构成呀 付出的代价 那我们是不是首先得把你负债的金额寄进来呀 对不对 这就是你尚未支付的部分 也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那我们还有已支付的吗 这道题没有 对不对 那你有初始直接费用吗 也没有 所以这里我们使用权资产的成本 就是你负债的金额38万6千 好 租赁期开始 我们就做完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 我们在每一年的年末 也要进行相关的处理呀 那你每一年年末 首先要支付五万的租金 代方银行存款减少五万 借方我们去充减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五万 对不对 因为你没支付的时候 这五十万全在租赁付款额呢 那我支付了 我借方就充减租赁付款额五万 那同时我们是不是还要确认利息费用呀 借记财务费用 那代方呢 去充减我们原来借方的未确认融资费用 那我第一年应该确认多少 我们怎么算来着 还记得那个公式吧 就是用负债的期出余额乘以租赁内含利率 那我们第一年负债的期出余额是多少 不就是你租赁期开始日这一天的金额吗 那就是我们的入账金额38万6万 所以乘以租赁内含利率 那我们第一年的利息费用就是一万九千三 没问题吧 好 那做完这两个分路之后 我们来看看负债变成多少了 租赁期开始日 我们的负债是38万6千 我们是分到两个明细科目里去记的 那做完这两个分路之后呢 第一个分路我们代方寄了负债 负债增加了一万九千三 第二个分路借方寄了负债 负债减少了五万 所以做完这两个分路之后 我们的负债就变成了这里的35万5千三 对不对 那算这个数干嘛呀 你别着急你马上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该第二年了 第二年我们同样要支付五万的租金 借方去充减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 我们也要确认利息费用 借记财务费用 贷方去充位确认融资费用 那金额呢 是不是得用七出的余额乘以那个利率呀 那我们第二年负债的七出余额 不就是你第一年年末的余额吗 所以你算这个数 不就是为了算第二年的利息费用吗 所以你算一下是一万七千七百六十五 好 那这两个分路做完之后 是不是同样 我们要看看你负债变成了多少了 之前是三十五万五千三 做完第一个分路 负债增加了一万七千多 做第二个分路 负债减少了五万 所以这两个分路做完之后 负债就变成了三十二万三千六十五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第三年呢 一样 支付租金的时候 借方充租赁付款额 那确认利息呢 就是用我负债的七出余额 不就是你第二年年末的余额 去乘以租赁内含利率 第三年 我们的利息费用就是一万六千多 是不是 前面两年都一样呀 那做完这个分路之后来 负债增加了一万六千多 借方这又减少了五万 所以变成多少了 二十八万九千二百一十八 对不对 这就是第三年年末负债的余额了 好 支付租金 借方充租赁负债 租赁付款额五万 确认利息费用 借记财务费用 代记未确认融资费用 金额还是用我们七出的负债余额 就是你第三年年末的余额 乘以租赁内含利率 那金额一万四千四百六十一 那做完之后 负债这增加了一万四千多 减少了五万 变成多少了呀 你先看看这个数 就变成了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七十九了 但是你看一下第四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第四年我们这个房产所在地的房价显著上涨 然后甲公司预计 租领期结束的时候 这个房产的市价是两百万 所以甲公司呢 在第四年的年末就进行了重新评估 评估号认为能够合理确定 我们会行使购买选择权了 而不行使续租选择权 那是不是选择权这发生变化了 那么大家想想 发生变化了我们那个负债原来是按照十年期去计算 限制计算的负债 那现在我们要行使购买选择权了 也就是五年之后我们就会把它买过来了 那你那个负债我们需不需要去调整去重新计量呢 还记得我们前面那个表格吗 我们带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选择权发生变动的话 只有是可控范围内的 我们才按照修订后的折线率去重新计量 那你想想这里它属于可控范围吗 房价显著上涨 这属于可控吗 不属于 所以它不属于甲公司的可控范围 所以这种情况下 虽然选择权发生了变化 甲公司也不需要重新计量租赁负债 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五年照常处理就行了 支付租金五万 借方充租赁负款额 然后按照期出的租赁负债 去乘以利率 我们得到第五年的利息费用 对不对 你跟之前一样正常做处理就行了 那不同的是 你还需要做第六年第七年的吗 不需要 因为第五年 它就实际行使了购买选择权了 也就是此时此刻 人家把资产给买过来了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行使购买选择权的时候 乘租人怎么做处理呀 你想想 原来这个资产是不是叫使用权资产呀 我们只有使用权 那你行使了购买选择权 把这栋楼买过来了 那他是不是就变成了固定资产呀 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有使用权了 这项资产所有的权利都归乘租人了 所以他是不是就变成了乘租人的固定资产呀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处理就是 把原来的使用权资产给他冲掉 然后增加固定资产 那这块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这道题在讲前面几年的处理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没有做和使用权资产相关的处理呀 那如果完整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把使用权资产计题折旧的那个处理给他写上 对不对 我们每年的年末对这项资产是要计题折旧的 好 那么对于使用权资产计题折旧 我们怎么处理呀 借方你寄到相应的科目 哎 成本费用里 对不对 那代方我们肯定是要计题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的 每年我们都应该做这个分路 那么每年计题的折旧是多少呀 之前他是按照386000入账的 那我们前面确定的租赁期是不是10年呀 所以一般用直线法 每年的折旧就是38600 那么现在到了第五年相当于提了多少折旧呀 是不是乘以5呀 那你算一下 相当于我们提了193000的折旧 所以我们在冲这个使用权资产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代方要把资产本身给他冲掉 那之前的余额是386000对吧 入账金额 那借方是不是还要同时冲掉他的背底科目 使用权资产累计折旧呀 对不对 你得冲干净嘛 然后借方我们是不是要增加固定资产呀 因为买过来了 他就变成了我们自己的固定资产了 那么固定资产按什么金额增加呢 你先别着急 先控着 那资产处理完了 那接下来该负债了 对不对 那负债我们要怎么处理呢 原来我们确认负债是按照10年期来确认的 所以到第五年年末的时候 这个负债肯定是有余额的 但是大家想想他应不应该有余额呀 不应该了 因为我们已经把资产买过来了 那也就是后续我们不会再为了他去支付租金了 所以我们第五年的年末 负债就不应该有余额 那我们就要把他的余额冲掉 那这里两个明细科目的余额都得冲掉 那对于租赁付款额 我们在租赁期开始日 贷方是不是一共寄了50万呀 对不对 那我们前面这五年 每年支付5万的租金 所以一共充掉了25万 所以租赁付款额还剩下25万的贷方余额 那我们充的时候 借方把它充掉 那未确认融资费用呢 这个明细账户就需要大家去汇总一下了 我们在第一年租赁期开始日的时候 这个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方是一共寄了11400 对不对 那我们这五年确认利息费用的时候 我们都是贷方寄未确认融资费用的 所以你看看我们第五年之后 他的余额是多少 你把账户画出来就行了 那你可以计算出来 他在第五年的时候 借方余额应该是33637 那我们充的话就在贷方给他充掉 所以第二步我们得把负债充掉 包括他的两个明细科目的余额 那还有最后一步呀 是不是我们这里花钱呢 因为你行使了购买选择权 你得支付价款 那么最后一步 银行存款减少 我们支付了100万的价款 这在前面的资料里有 对不对 他的行权价格就是100万 那有同学说 你这个固定资产 这个金额不是还没确定吗 那你其他金额都确定了吧 所以最后根据借贷差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来 你这个固定资产的金额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实际形式 购买选择权时的处理 我们可以给大家标一标步骤啊 首先我们先把使用权资产 包括他的折旧给他充掉 然后借方增加固定资产 那是不是还要把我们的负债的 两个明细科目的余额充掉呀 最后呢 我们贷方花钱了 银行存款减少 那固定资产的金额 是根据借贷方的差额来确定的 好 所以承租人这块啊 我们就讲了这么一道完整的例题 当然这个例题当中呢 我们没有把具体折旧的这个分路写出来 但实际上啊 我们是要具体折旧的 明白吗 你可以把分路给他补上 所以这道例题呢 是大家需要去重点掌握的 也是非常有可能出现在主关题里的 那我们在成租人的最后呢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租赁变更的会计处理 那如果租赁变更了 我们怎么处理呢 哎 我们什么情况下是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租赁来处理呢 这就类似于我们收入那一张合同变更 那么你想想 合同变更和情况下 什么时候可以作为一个单独合同来处理呢 就是我变更的部分作为一个单独的合同来处理 那一定是你变更的部分和你原来的合同没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增加的是可明确区分的商品及价款 而且这个价款还能反映单独售价 那我们是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合同呀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的租赁变更 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租赁来处理呢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扩大了租赁范围 比如说我们原来租的是5000平米的厂房 现在变成8000了 增加了3000 这就叫扩大租赁范围 那第二个呢 我们增加的对价 就是你为这3000要支付的那个金额 和我们的单独价格金额相当 就和市场价一样 也就是之前有没有租这5000 并不影响这3000的这个价格 所以就是增加的对价和单独价格金额相当 那就说你增加这3000和原来的5000有关系吗 其实没有关系 那这种情况下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租赁来处理 所以这块大家可以重点关注这个内容 好那么到这呢 我们承租人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内容就结束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就是对于这种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 我们怎么处理呢 这两种租赁 承租人可以选择不去确认资产和负债 那我们的处理原则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承租人应当将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 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 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 进入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好 这就是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处理原则 好 那么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这就是短期租赁的方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